早晨,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晨這麼早 對我來說算早 很少可 不是在旺角區上班 都要9點多來到旺角 今天打算吃一個點心放題 本來都打算晚一點吃下午 不過昨天出來吃之前 竟然見到有一位Youtuber出過片 還要是比較多訂閱 對我來說是很多訂閱 出了片 當然要趕快出來吃耳邊 要排隊等太久 大家見到我們打算吃這一間 不是Jolibin 是旁邊這一間 喜亭軒 我們去看看 在旺角地鐵站C4出口旁邊 在Jolibin這個出口這裡 價錢方面 聽說本來是88元全包 只不過 昨天 即是11月10日開始 就需要加入服務費了 旺角地鐵站C4出口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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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是Walk in 其實也不是我想Walk in 只不過前一晚打電話過來 知道原來他們不能預約 所以迫於無奈 就要早點來Walk in 幸好Walk in有位 不用等 還有一個卡位 我們兩個人就坐了一個卡位 事不宜遲 和大家看看餐牌 這張點心紙上 所有點心都可以任叫任吃 人家來拍攝的時候 就是彩色餐牌 今天很明顯是黑白影響 代表應該這幾天 比較多人來光顧 餐廳方面的衛生環可以 但這些餐具都建議用熱水沖一沖 例如這隻膠杯 你看到我沖完熱水後 仍然有些污漬絲 有些原本是蠻骯髒的 本來有點擔心要等很久 因為聽說 隔壁桌落單 等了半小時才有點心 不過看來這些煎炸的東西 可能不是馬上做 很快就有了 旁邊這個是鮑魚雞粒素 這款鮑魚雞粒素 當然就沒有我上一次 光顧龍景軒的樣子 甚至可以說完全不像樣子 你看不到鮑魚的表面 我們先拆碎這個 大家看看 它應該是有些 雞粒或者鮑魚粒的問題 在餐料裏面 不過味道方面 真的非常普通 你當它是普通雞批 會比較好 第二款的點心 就是這個 芝士蝦春捲 也是比較快上湯 果然就比較冷一點 打開之後 都可以下意地看見 一些蝦碎 但就不是很大顆的蝦人 可能新鮮葉辣 芝士會有流心的效果 也不一定 但我這一條的春捲就沒有了 味道方面 也是比較普通的 下一款的點心 叫做花膠素次罐湯餃 大家可以自動把前面的四個字過濾 當作是一個普通的灌湯餃 拆開來看 都算是蝦人和豬肉 但它的皮質比較厚 而且 我自己吃到口 都覺得 可能是比較濃 有點熟 其實這個灌湯餃 我們已經吃完了 因為下面撒出來 你會看到皮質很厚 這個應該是摺口位 看起來 還以為還沒吃過 但皮質太厚 之後我們可以看看 這一款的腸粉 應該是蝦腸 它叫做圓脊鮮蝦腸粉 拆開來看 的確是有圓脊的蝦 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蝦腸都可以 大家不妨可以按來試試 因為都只有兩塊 不會太飽肚 下一款的點心 就是我最喜歡吃的蝦夾王 它叫做鮮蝦夾王 看起來 都包得蠻漂亮的 單憑賣相來說 是我近期吃過最美的蝦餃 它這隻蝦餃 比我想像中皮薄 雖然不是圓的蝦 是碎蝦 但我覺得點心問題 應該都不錯 我們再試一試味道 它這蝦餃蠻好吃 上次中央飯店的蝦餃 皮也算薄 還有餡是有肉汁 有麻油味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 是一個棉花雞 簡單來說 真的沒有腐皮的雞雜 看到有雞腿肉 有小塊的冬菇 比較可惜一點 是放進口之後 發覺它的雞肉部分 比較粗一點 下一款我們試的點心 就是蒜香蒸排骨 總共我是點了兩龍的牌骨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段片段 就是第一龍的點心 看到第一龍的牌骨 是比較好吃一點的 是比較好一點的 我覺得這個牌骨 它的肉質也算滑 因為我剛剛吃過沒有骨 所以算是比較肥的豬肉 之後我也點了一個鴨腳雜 回來試一試 拆開給大家看看 都是腐皮包著 有一個鴨腳 還有一些豬肉 芋頭等等 不過值得一提 是鴨腳雜 有些雪糕味 不太建議大家拿阿尼斯 下一款的點心 就是大家已經看到 覺得像炸雲吞的蝦多士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它 如果是散奶的話 這款點心是屬於頂點 蝦多士 它的蝦都有的 但是下面一塊就浸了太多油 這東西比較油膩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款點心 就是蜂巢搭壺角 拆開來看 看到裡面會有芋頭蓉 還有一些肉碎 但是我試過的味道 就覺得它不太好吃 大家可以省下不需要點心 之後的那款點心 就是燒賣 它們就把這款燒賣 明明做大蝦燒賣王 搞到我還有期望 誰知拆開餡 就不覺得它有圓隻的大蝦 反而會是一些碎下巨多 我覺得它們的燒賣 比想像中好吃 雖然不可以說是真的非常好吃 但是我覺得已經有普通茶樓的水準 甚至比很多坊間茶樓更好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款腸粉 叫做碧綠叉燒腸 就是一個叉燒腸粉 拆開看看 看到很多蔥 都很碧綠 但是味道就不普通通 大家也可以叫來試試 這款蠔黃鮮竹捲 就不太行 它尺寸比較細條 是米里版的鮮竹捲 但是味道又不是特別好吃 試過鳳爪 它不夠軟 不過也有味 聽說它們是在昨天 即11月10日開始 需要收家日 但是 可能因為收了家日的關係 因為某些鏡服務就好了 也會幫你收下碟 漏單的情況也有 但是 溝通過之後也挺好的 聽說 可以等我們這些東西來齊 才離場 即是過半小時後90分鐘 所以是節單時間 你可以繼續坐在這裏 先吃東西 今天最後一款試的點心 就是香煎辣味蘿蔔糕 這款蘿蔔糕 跟外面坊間的茶樓 水準都差不多 只不過沒有上次吃的 那間JW萬豪酒店下午茶 那隻蘿蔔糕 那麼有蘿蔔味 始終它是下了整顆 肉眼可見整塊蘿蔔 這款蘿蔔糕 蘿蔔味稍為順色 哇 這麼快就去到吃甜品的時候 首先我試了這款椰汁桂花糕 不過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之後也試了這款 有一位Youtuber說 打大哥真的要留到最後的甜品 那我就試過 我覺得 我就有不同意見 我覺得是不需要打大哥的 這個 因為它混得很稀 完全沒有任何甜味 簡直好像在喝少許甜的水 所以即使一早就吃了它 也沒什麼所謂 你之後也可以再吃鹹甜 除非大家想試試 一個混得很稀 健康版本羊織金路 不然也不需要特地壓力 食物我們就看完了 最後做個小總結 大家也看到我這張單 兩位收了$194 因為它原本價錢是$88 現在就是要加1 即$97一位 總括來說 $97我覺得是值得 因為始終$97比以往的點心問題 都比較便宜 那今時今日 即是說是2022年年尾 不是疫情 很嚴重期間的話 我覺得這個價錢 應該都在香港來說 可以說是差不多最便宜的了 而且價錢這麼低的話 你某程度上 就沒有了負擔 即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需要計算 哪一樣東西吃了會回本 要計算 要吃多少樣才回本 我自己也覺得 今天的點心放題 其實我沒有以往吃得那麼多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這個做法 至於我問過 是可以一位起的 對 之前介紹過我的神燈 雖然它現在已經沒有做點心放題 但是之前問過 是兩位起的 這間是一位起的 適合想一個人吃飯 有些可能是回SWIFT的朋友 上班之前有空 就可以過來光顧 因為我沒有記錯 它好像是開早上7點 審定不會很多人和你開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大概10點多鐘 10點40分左右拍攝 你看到場內也比較空檔 即是它有個時間 介乎早餐和下午之間 那段時間 是真的比較少人 但是我吃完東西 11點的離開餐廳 就是這樣的場面 你看到已經有很多人 其實數過有十多二十個人在等待 如果各位觀眾真的有興趣 來試這間點心放題的話 我個人的建議就是 要避開繁忙時間 因為等位要時間 等食物都要時間 所以最好也是早上 尤其是11點前的時間 來光顧 便可以穩陣得多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真實食評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見 拜拜